今天有沒有會提出 康文哲的律師團 陸正義 蕭逸宏 先後現身臺北看守所 要和柯文哲會面 一個小時後 兩人一起離開北所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康告 律師沒多做回應 但就算要康告也得把握時間 因為律師團得先擬狀 加上柯文哲親簽 再送北院遞狀 來到高等法院等待裁定結果 期限只有十天 如果是柯文哲的律師 要來提起抗告 抗告的理由主要有兩個 一個呢就是自己 沒有明知違法 接下來下一個更重要的是 沒有勾串人犯 沒有勾串其他共同的被告 也沒有任何湮滅證據的狀況 主張沒有明知 或是沒有共犯再逃 柯文哲下一步怎麼走 得好好殺盤推演 但如果律師團提出抗告 最後高等法院發回更選 柯文哲就得第三度 在北院召開羈押庭 反之駁回可能就會被要求 不得再抗告 而柯文哲就得在北索 至少待兩個月 或是在這期間找理由招報 柯文哲目前如果委託律師提起抗告 目前難度是非常高 主要原因是因為同案的被告 也就是圖立罪的共同被告 彭政生提起的抗告 已經被高院駁回了 起滿的話是有機會放出來的 但是也難保會不會有另案 來繼續羈押柯文哲的原因 柯文哲羈押禁見 律師跟檢方的攻防戰 未完待續 律師團鬥志力拼阿北自由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